机车在公路上奔驰 一停红灯 双载的情侣 马上钻进树荫底下 台北中校东路 蓝色的小车 把车停在阴影下等红灯 只怪天气太热 其实开车要降温 方法有很多 车上开冷气 却不是每台车 都有后座冷气出风口 有业者就秀出了商机 帮你DIY加装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让冷气能够循环到后座 前面冷气很冷 然后后面根本没有松风效果 所以一样很热 透过管路接近车上冷气主机 冷风透过了管线 就能够吹进后座家装的出风口 出风座 走到原来的地方 拿出风速剂实地测试 原本吹不进后座的冷风 现在可是风量打增 3.5 3.6 我们看右边的话 有时候右边左右会差别一点点 原厂一直在忽略 这个后座的需求 改装后座出风口 后头的乘客虽然可以马上感受到凉意 但毕竟是家装品 是否改装法规上的疑虑呢 还得思考一番 到时候有人透过了塑胶膜 隔开了前后座 让冷房空间缩小 但车子中间隔了层膜 虽然冷气变凉了 但前后座的乘客也没法交谈 其实想让车上变凉快 传统的做法是请专业的修车厂 帮忙清理位在车头的冷排 把屋漆妈黑的脏屋给清除干净 只能说天气热 连开车也得想尽办法降温 不管是装出风口 还是隔热膜 创意无限 一起对抗炎热的夏天 记得赞品红朱显明 台中报道